第一,我認為他是坦誠的 他是忠於特首他個人和他的團隊的一個施政理念 第二,他是清晰的 其實最重要的是,除了對人民要負責 對歷史要負責之外,他整套思路是要清晰的 不可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今天不知明日事件 第三,我都會形容他是有抱負的 他是希望給到一個願景香港市民 為香港廣大市民普羅階層的長遠利益 是打下一個基礎的 最公眾的一定是房屋和土地的那一部份 比較感動的,就是他最後那一份 他這方面不單是沒有放輕,反而是加重了 房屋和土地其實都有些很長遠的工作 對外國關係的方面,其實取得他的進展 是比較明顯的來地的兩個層次的辦事處 第一個就是所謂東南西北中 第二個就是在東南西北中的辦事處以下的一些聯絡店 都有明顯的增加 他對外和對中國內地的那個視野和熟悉程度 其實有一個突破的 創方的部分除了最新鮮而立的港島河濤區以外 政府都採取了很多有益無益的措施 包括今集裡面的一個鼓勵 吸引到國內、國外的福企龍頭 來到香港的投資 創科局成立之後 以及過去的這一兩年的努力 摸到一個方向 其實是最重要的 例如提到生物科技 提到大數據等等 社福的關於一些退休保障 或者勞工方面的工作 資訊報告裡面的著力或著墨都是比較實 作為香港市民的我 在感謝梁特首和他的團隊之餘 都希望在這個基礎之上 是可以做得更加理想的 繼續堅持下去 無去一些政治經濟上的利益團體的表現